高雄有一間基層診所 因為停電 電腦無法連線上網 加上衛生局臨時調度 更換民眾打疫苗的地點 現場是亂成一團 導致多達四十多位的民眾 在診所門口群聚 有人在戶外等了兩個小時 才接種到疫苗 甚至出動了遠景現場協助 來分散接種的源流 四十多位民眾 擠在診所門口 一個一個排隊填寫資料 原來診所因為停電 電腦無法連線上網 加上衛生局臨時調度 更換民眾打疫苗的地點 導致現場一團亂 診所已經開始有群聚的人 群聚的人員 那診所居然是停電的狀態 衛生所的名單 等等沒有給診所 我們所有過去的人員 得自動自己填寫所有的資料 還有包含預約序號 而且沒有任何動線 報道處在哪裡 全部就是期待走了 有民眾在戶外等了兩個小時 還是打不到疫苗 抱怨連連 大批人潮也引來遠景關心 台電表示是配合水利局工程 進行施工管線遷移 事前已經張貼公告 預告會停電 診所也說知道會停電 也預備了發電機 沒想到連網路都無法連線 健保卡無法過卡 現場才會失控 沒有停電的狀況之下 我們是可以消化的 所以他塞在一起的時候 就累積了好幾個人 累積在這個地方 工作人員與民眾溝通 稍嫌不足 民眾有所抱怨 我們遠景巡邏發現之後 立即主動介入協調 經過討論 以現場的號碼牌編排座位 遠景協助讓這種人流分散 現場等候的五到十人 保持安全距離 其他人則以電話聯繫 人流才慢慢疏散 診所停電碰上中央預約 接種系統首度開打AZ 硬電不及才會引發群聚 記者楊中銘高雄報導 哈 박奴 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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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堅 殺 殺 感谢观看